我們錄影的時候就發生了這件事 因為很多人在看演唱會都是不斷錄播著 所以都有不同角度的影片流了出來 KO剛才播的其中一條 剛剛01那條我也有看到 然後很多群組都傳出來 好像真的都中了幾型有一兩位舞蹈員 無論如何都希望是 吉人天上 希望是沒事 因為比較少看演唱會 有這麼多不同的小意外 因為MIRROR第一次演唱會 已經是比較成功業化 由買票到現在 真的怎麼這麼多這些小意外 真的沒什麼辦法 希望還是快點沒事 也要繼續做節目 所以市況方面 我看到NASDAQ 已經開始沒什麼跌幅了 甚至已經跌了0.02% 接近Flat 似乎市況也是比較好轉 另一方面也是想說一下 在Yield curve Yield curve方面 其實現在都是 是不是有輕微的倒掛出現 如果是在美國的Yield curve 是的 如果你看 現在這個藍色那個 都很明顯 不過 如果你看藍色的話 那個倒掛 那個起點 就再推前了 因為之前 我想前幾個星期的時候 我見過 應該是 兩年三年左右 就高過10年 如果現在看你這個的話 似乎是說一年期的 就是 那個Yield都高過10年 那個倒掛的情況 就再增加了 可能這個都在反映這個市場 就是 如果你根據今天最新的數字 就已經在recession 跟技術來說 所以都是 就是pricing 這件事 我想也是 那個10年期 以及7年期的Yield 這兩晚都是插得比較深 那傳統來說 如果是 這個知識曲線 如果是 倒掛的時候 那麼大家對於 那個經濟 就是之後那個 發展 就比較擔心一點 所以 都是會有少許資金 流入回去的科技股 所以科技股 因為 叫做 高增長一點 所以 可能都是解釋 為何 拉斯特 都是在低位 有少許反彈 看回歐洲國家 那些 就 有沒有再留意 德國 或者其他地方 好像 他的知識曲線 平了一些 但是 就沒有 美國那條 那麼 密合 沒有 沒有看歐洲的 知識曲線 因為對於歐洲來說的話 我想 那個 macro development 是更加重要 那個 就是債券市場的 development 老實說 因為 macro 是啊 就是 就是 我覺得比如說 我反而會留意到 就是 最新出的 7月份 德國的 PMI 就 就是 跌穿50點 那 包括 manufacturing 還有services 都跌穿了50點 那 法國的 法國的 manufacturing 好像都跌了 跌低了50點 那就是 歐盟區的大哥 二哥 都 見到那個經濟 就是 在近期來說 都明顯 那當然 這個 跟俄羅斯 都 脫不領的關係 那 所以這個 反而是 我覺得 更加是 要聚焦的 就是 美債 就是 美的 就是 利率加的話 那對香港 一直都是 有些影響 那 傳謹就是 年底銀行 應該都要 加P 因為其實 一直都是 沒什麼 怎樣跟到 加了其實 起碼三次 0.75 那其實 差距都開始 是 幾快 所以 供樓利息 就是會 不斷地上升 暫時 P 好像昨天 都是沒有說 加P 但是 就是 大摩 分析 年底銀行 可能應該 頂不住 怎樣都要加P 所以 對於 樓價 始終都可能 會有些影響 在那 那 另一方面 就是 我真的不太明白 這位白頭佬 有時候說話 真的 不太驚大佬 這段 就是 做完 這個金管局的 總裁之後 好像前兩個星期才說 好像覺得 脫勾 是 理所當然 那樣 是啊 這樣做 又說 不是可以脫勾 可不可以見到他 你問一問他 就是 是不是 就是 什麼 了 以前其實 大家都 他是不是上面 收的線 不是很穩定 可能是 天使有些問題 是啊 唉 就是 為什麼 以前 以前是 受人尊重的 一個 一個 官員 他說 每一句說話 都是 一落千金 那 就是 為什麼 現在說話 完全是 自相矛盾 隔一會 再說 一些不同的 完全是 不太明白 不好意思 就是 不知道是我理解能力的問題 還是說話能力的問題 那 現在又是 有時候 就是 英雄的事情 都不是 做到 就是 時勢做英雄 還是英雄做時勢 都很看機遇 那 昂山素姬 是吧 以前大家都很尊敬他 但是上台之後 現在都沒有光環 就好像看 Rudy Giuliani 那樣 以前做紐約的 善長的時候都很威 現在就被人當一個 神經病 這樣 這個真的 應該可以變化 真的 真的 很難 就像你們兩位 德高望 還可以維持到一個 道德的高地 你看到這些 真的 我覺得 那些人說 娛樂 娛樂是一個 大淹光 我覺得政治 也是一個 很大的淹光 或者醫生從政 也是沒有什麼好的結果 其實都是專注在自己的領域 一去到 政治你又不可以不理 但是去到一些很髒 骯髒的事情 又會影響到你自己的名聲 我覺得 在我角度來說 大家都知道 我是政治白痴 對於政治 我的看法就是 你要知道 但是你一旦是想插腳去政治的話 這個已經是很難 很難重新 就是走一條 就是很乾乾淨淨 持平的路是很難的 就是不要從政 評論都還可以的 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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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在哪裏說 Eddie身處的地方 當然可以隨便說 大哥 我們都可以很隨便的評論 英國的政治 和美國的政治 都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都很自由 路到說都可以的 就是美國和英國的政治 沒什麼所謂 那 跟著就是 我都想說回 雷總是比較 因為近來就是 美股出業績的一個 Eddie 因為你剛才說 那個加息和香港那邊 或者你停一停 我很快就 展示兩張圖 因為我都 就 這個 我都 準備了一點 我先找一個圖 在哪裏 好 這裏第一個圖 OK 剛剛 Eddie說到 香港的P 暫時還沒有加 所以這裏 這裏 其實我 就 測試了 由2000年頭到現在 就是22年的一個歷史 那我就用了 那 因為 放大 放大 是不是 最大嗎 等等 對不起 我搞錯了 是這個 OK 放大 放大一張圖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大家 來來來寫一下 你現在 你現在是 分享了一個 就不是在分享圖 是嗎 這麼搞的 不好意思 等等等等 我再來 對不起 我要分享我的 鏡頭 是 現在 會不會好一點 好一點 現在 OK 不好意思 OK 這個 其實 從2000年到現在 其實就 見到 是 不同的 的 high bar 那我這裏就 顯示了一個月 三個月 十二個月的 high bar 還有就是那個p 那這個就是 用hsbc的p 因為大家知道 在香港就有兩個p 那我就 那些人叫做一個小p anyways 那就是hsbc的p 那其實 如果你看回 近期來說的話 那個high bar 就明顯地 抽帶比較高的 甚至乎 如果說十二個月的high bar 就已經是高過 1819年 其實如果用十二個月的high bar 其實已經是去回 這個08年的時候 那個水平了 OK 那麼一個月三個月 就都抽得高了不少了 不過就都仍然還沒高過 1819那時候那個level的 OK 那p當然非常穩定 但是 但是就是我 我想 這個圖給大家做一個reference 就是 如果假設現在的high bar 都還沒到頂的 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 先後都會去回 比如說 06、07年的時候那個高位 但是假設如果是相距不遠的話 其實如果correspondingly 相對來說 一個p的話 這次會抽多高呢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覺得 6厘呢 我覺得不是一個farfetch的一個assumption 來的 就是這次那個p如果要 如果是要 就是 corresponding to high bar的升幅 來講的話 6是不是一個farfetch的一個assumption 在我角度來講的話 其實可能有機會會是 6.5至7左右 如果是按那個進程去估計的話 這個大和證券那個經濟師都說 年底前已經會加1.75厘 就是半年內加1.75厘 都幾誇張 是啊 是啊 所以我覺得 就是 不要想著6就收貨 就是大家要多多少少 因為 6已經是一個很樂觀的情況 是啊 只是加到6都很好 沒錯 是啊 那麼剛才Eddie就講到說 就是好像comment 留鑑 我也都很快去看一看 因為呢 我都看回就是 這個就是中原的那個 就是香港城市領先的那個指數 那麼 也都是由他有紀錄以來的 整個full history 給大家看一下 那已經是 那麼當然啦 就是大家如果是回顧的話 那麼當年 就是回歸之前 樓價就 啊 黃金時期啦 升到爆了燈那一隻啦 那麼 然後hand over 就是回歸之後 那麼開完香檳 那麼大家都知道開完香檳隔夜之後 那些泡沫燒散了 那麼就 然後就借回薩特尼啦 那麼就借到2003年 沙士那個時候 那麼就是那個變化來講的話 那麼當然那個時候 就是那些說明天 已經是昨天的事情了 已經是沒什麼需要特別再講的了 但是呢 我想說呢 過去這幾年呢 香港的樓市呢 出現了一個呢 基本上是 過去三十年沒見過的現象 我叫做這個呢 就是類似這個 南非 Table top mountain 的一個 一個 formation 你見到 就是由 一百年到現在 這幾年來講的話呢 其實呢 在那個高位裡 是一直 就是 range trade 就是這裡還可以 就是還可以range trade多久呢 這樣 這個都是相當之有趣的 這個是一個 不上不下啊 的一個局面這樣 那當然啦 樂觀的就當然可以 就繼續去啊 仍然會上啦 但是另一方面來講的話 就是我這麼久都搖不上的話呢 那另外就 就是 就是跟著這個 加息周期啦 還有再加上我們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新任的特首 還有就是 就是高官啊 行政機關來講的話呢 也都是義無反故地啦 就是會應 會這個配合 習大大的指令 就是這個 就是民生 搞好樓價 OK 是一個 就是重大使命啊 所以 在接下來的話 這個明日大瑜伽 這個北部開發 那個雙管齊下來講的話 就是 在那個 未來的供應 那個發展 那麼 再加上 過去這三年來講的話 每一年 香港那個人口的數字呢 是以 就是 萬和十萬計的 的速度 是減少這樣 這樣 這個都是一些 就是幾個不同的發展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OK 那麼 我的分享就到這裡 OK 那麼 不樂觀了 真的 就是對於香港樓市 因為就是那個 那個 又多些移民潮 就是走了 而那幫人 相信都是 比較多 都是一個 高學歷 或者是 知識分子 那幫人是比較 中立抵觸 是比較 有能力 去買樓 如果這一群人 都是走了 可能去英國 去加拿大買樓 等等 那個購買力 可能會影響到 最擔心 都是一些 最低 那些 四百萬樓下的樓 尤其是 那時候 叫做樓市 還是好景 還是有乾貨 在那裡 希望可以 四百萬樓下 就是那時候 還沒有放寬 那個 希望買到一層 四百萬樓下的樓 可以做到 九成安揭 給少許 首期 就可以買到一層 叫做上車的 那些 真的很危險 因為那些 又可能是 位處於一些 比較遠的地方 例如可能是 新界北部 如果現在 這麼有為的 一個政府 是不是 然後 可以不跟回 之前的一些 規矩 又可以加得到 土地的時候 想得最快 就是 價值最低的 就是 應該是四百萬樓下的樓 那些是相當 相當危險 那些 供款能力 那些人 可能因為經濟差了 又可能是 沒有了工作 又可能會斷工 或者有些銀主盤出來 那你的價格又不斷地受壓 那些 就是 出現負資產 等等的機會 比較高 對那些 是非常之 擔心 如果你還拿著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那你之前 就是 報到之前 恭喜 已經是沒有 或者是自助 那我覺得是 沒有什麼所謂 那但是如果是 投資 就算現在看到什麼什麼 都是 不知道了 有些報紙 譬如 東方那些 就經常都是 都是說 哇 什麼 這個特色單位都跌穿 不知道 經常都是報些差 我不知道他 是故意想唱出樓市 還是怎樣 但是 似乎這些新聞 是多了出現 還有 有些朋友 有些朋友 都是想開始放樓 但是 都是比較 立 可能是疫情 疫情的時候 沒有人肯看樓 但是 到現在都是 疫情雖然可能反彈了一點點 但是 你說在香港的人 是不是真的這麼害怕 又不像是 那所以 那 所以 香港的承接力 再加上 期待之後的供應 又會加上這麼多的時候 大陸人 開通關 又肯定接我們火棒呢 我又不知道 就是 我們的吸引力 是不是這麼大呢 連那個 單程證來香港 現在他們都沒有 沒有人過來香港 我不知道 香港 再繼續 一國兩制 一國多過兩制的時候 對於大陸人 就是 在香港 那個 特色又在哪裡呢 所以 是 整體來說 是比較悲觀一點點 我想 其實 我都 或者Eddie 講到這一層 我都 再回答 一點點 那 剛才都講了 其實 其實 由 兩年 兩年 三年前 開始 其實香港 整體人口的數字 就已經開始出現一個 year on year 的 decline 那當然 如果大家 有聽 我們 高薪厚職 IQ 又爆了棚 的官員 所講來講的話 其實 每年 這個 香港 的人 的數目 佔香港 整體的人口 的數目 來講的話 其實都是說 100%是不夠的 或者1% 那 所以其實 影響 其實是很輕微的 OK 還有當然 我們前兩任 特首 這些人 不是移民 他們 只是叫做暫時移居 隨時 會搬回來 當然 香港的海關大門 永遠為Eddie 而開 Eddie 隨時都歡迎回來 重新投入 加上就是 大家知道 英國那邊吃東西 這麼貴 牛油都貴過人 香港的兩種飯 又抵食又抵 又大份 這樣 多吸引 對不對 不過我覺得 如果大家仍然 對於這些數字上面 都仍然有些懷疑的話 我覺得 一個可以簡單的做法 大家都知道 我經常都建議 就是 宏觀經濟應該用腳去走 OK 就不只是坐一個電視機 在前面 看這些 Statistic Bureau 都沒有數字的 就是我建議大家 不妨 可能 就是我們 當然香港現在就不可以飛 但是不可以飛 我們就可以坐巴士 去機場那裡 就是當是小小歐廷 那樣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 現在 就是 特別是半夜時間 那些 那些 那些行班 你可以去觀察一下 看看 到底是什麼年紀的人 是 就是 搭飛機 或者離開香港 因為純粹從一個數字 人的數字來說 就沒有什麼意思 我覺得是 OK 但是如果你去嘗試了解一下 是什麼年齡層的人 在香港的話 那你就會 可能會有一點點 就是理解我的擔心 就是 也都回應剛才 Eddie開始有時候說 那個 人口金字塔的一個問題 OK 就是 剛才我們說到越南 為什麼這麼吸引呢 因為它一個 一個葫蘆瓜新型的金字塔 就是這些才是吸引的 的那個 那個 在香港來說 以我所理解 OK 就是 離開香港的人 那個年齡層 是少至 可能幾歲 那些小朋友 去讀書 就 大致 就可能是 五十歲 六十歲都有 都有這樣的 但是 你說最 黃金那班 離開的話 其實就是 anywhere 從三十歲 到五十歲 這個年齡層 但是另一方面來說的話 你基本上是沒有什麼 怎麼見到六十五歲以上的人 離開香港 那就是 其實那個 那個人口金字塔的變化 就一直會見到就是瘦下 就 掌上 就是上面那一層 就會 因為你 當然沒有加到 但是你 上面那一層 就越來越厚 OK 你剛才說 你任何一個地區 對於 那個人口金字塔 出現了一個 top heavy的話 你就會出現一個 頭重腳輕的情況 來說的話 都是對經濟發展 這個都是帶來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 就是 挑戰性的 這件事情就是 所以就 不只是從人口的 方面 而是從年齡層 什麼流失 那一刻才是 值得關注 那就是 大家 了解一下 它是 是啊 所以這個 Demographics 對於那個地方 經濟的影響 其實真的很大 因為 就算有AI 有技術 始終經濟 都是跟人 有關 或者消費等 整個機械人 幫到你生產 他不可以消費 那所以 真是 當人是走了時候 那個地方 或者Demographics 那個重要性 是很大 它是逐漸逐漸 就是它又不是好像 一個 一個 就是 即是 即是 會反映得到的東西出來 但是 久而久之 一年兩年三年過去的時候 原來對於那個地方的影響 那麼大 就是國內的Demographics 是非常非常之嚴重 就是 已經過去了一個 還是可以扭轉 叫人生孩子的情況 那 那 真是不容樂觀 那 所以為什麼見到越南 見到一個 哇 那金字塔這麼漂亮呢? 真是非常之吸引 還有識字 雷總也說了 九十幾 九十六 九十七的百分比 真是很高很高的數字 那 不容易 那時間差不多了 那下次回來再說 一遍 兩遍 三遍 五遍 三遍 五遍